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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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我們Phonics的最後一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Consonence 副音 有很多不少的小朋友 對於以下這幾個的發音 可能都會有一些誤解 第一個我們就會是TH 這個發音 我們就應該會 將我們的門牙 咬住自己的舌頭 就會發成 這樣的發音 不少的小朋友當他們發THINK 認為的時候 他們就會讀THINK 其實正確我們的THINK 應該是會讀THINK THINK 所以同樣地 如果我們發THIS 我們就應該會讀THIS THIS 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會是WH 發音的時候的技巧 就一定要將嘴巴 變成一個圓形 例如WHAT WHAT WHAT 什麼時候 我們會說WHEN WHAT 所以你看到發音的時候 WHAT 我們會把嘴巴變得很圓 才會令到發音更加準確 到最後一個想和你們分享的 就是SH 好像在大家上學的時候 老師叫大家安靜 那個發音一樣的 就會SH 例如我們會說SH SH 又或者我們會說SHOP SHOP SHOP 我們記住當SH的時候 一定要發這個SH的音 大家都要留意 就算這些字母去到最後尾音的時候 我們都要發出來的 另外想和大家分享 還有三個副音 我們很多小朋友都會忽略 分別就會是G L 和H 首先說G音 當大家都知道G音 如果放在一個英文字母的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發 比如遊戲 GAME 我們就會說Game 相信難不倒大家 但是如果G音 放在一個單字的最後 很多時候小朋友都會忽略 例如網字 BLOG 我們就應該會讀BLOG 後面的G音 我們都要發出來的 第二點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L音 L音 我會有一個技巧 想和大家分享叫做動L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份的小朋友 當你發這個L音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忽略 我們的舌頭其實是要動的 而通常我們就要把它移向門牙上 所以當我們說檸檬 L-E-M-O-N 我們應該會讀Lemon Lemon 就不會讀Nemon 又或者 第二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當如果L音放在最後的時候 不少的小朋友都會忽略了它的存在 例如特別在美式發音裡面 感覺 F-E-E-L 其實我們都要發這個字出來 就不會讀F-E-L 應該的正確讀法是 F-E-L F-E-L 你會聽到其實那個L音是發了出來 而你的舌頭其實應該是動了 第三個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H-E-M H-E-M 除了大家最簡單 就譬如說H-E-E-M之外 其實我們H-E-M都會有些例外的情況 是不會發出來的 最常見的特別我們會說的就是小事 我們會讀H-E-R H-E-R 就不會讀How-E-R 又或者誠實 我們就會讀H-E-R 我們就會讀H-E-R 就不會讀H-E-R 過往這三集 我們就分享了一些 Phonics的一些技巧和元素 不過其實是整個Phonics系統的一小部分 如果你想在小朋友學英文裡面更加成功 亦可以進步更快 不妨都鼓勵他們去完整地學好整個Phonics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一起努力進步